春节快到了 在外地工作的朋友可能早就一颗心飞回家里了 畅想团年迎新春的喜悦 这个时候全国各地陆陆续续开始返乡潮 也开始了春运车票一票难求的时候 很多没法买票或者没有买到票的 在外工作的人如在路途不算遥远 会背上行囊骑摩托车回家 长长的摩托车队伍成为春节返乡的人文风景 骑车回家能不能走的答案是可以的 只不过要符合下面的几个条件才可以上高速 仔细看看千万不要再离家最后一段距离 错过团圆的美好 第一点首要条件就是骑车 一定要带好自己的摩托车驾驶证 车证人三不离 第二点自己所骑的摩托车不能有问题 必须是符合国家机动车年检要求的车子 为了能有一个平安的返乡旅程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第三点安全头盔一刻不离 必须全程佩戴 戴上装备增加一些安全性 第四点保持车速 最右车道行驶 高速上的限速是每小时120公里 但摩托车不能和汽车比速度 最高速度小于等于每小时80公里 第五点禁止牵引其他车 载务有要求 回家过年一定会带些行李礼物年货什么的 只要车上的东西是高度离地小于等于1.5米 长度超车身小于等于0.2米 宽度超车霸小于等于0.15米 这个范围内就是允许载务上高速的 第六点不载人 虽然很多人都是脱家带口出去打工 骑车回家也是想夫妻俩一起 但是为了能有一个平安新年 还是不要这样 安全最重要 小编再多说一句骑车回家的朋友 天冷多加一 遇事多顺气 祝大家新年平安喜乐